這段影片試用王泉 王泉的能力就是反重反泉 罪能屬於反重那邊 反重作為罪能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一向都不大 罪能失敗就馬上沒有反重 不過還有一些功能性的作用 例如打暗熟 要打暗熟的 但那班有傷和迫同重這兩種陷阱的話 如果有危急關頭可以利用重力殺制 這就幫到你了 也不是沒用的 這兩種被動的繁榮性有多高 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舊關中很多都是以這兩種陷阱為主陷阱 新關都越來越多會以反重反泉為主陷阱 最出名的是剛剛我們推出的火鬥神 火鬥神之後還有一個鬥神 都會以這兩種陷阱作為主陷阱 就是我們的光鬥神 也是他站在S式陣的其中一個角色 即是可以站在S式陣的其中一個角色 因為你看他的攻擊力是極高 光鬥神那一版實際體狀的配率是有加成的 很值得的 加上S式陣場有超強的Fellow Laser Fellow Laser是對Partner發射一支Laser 留意這個L不是EL 所以威力上一樣 但造成的傷害未必會有EL這麼高 這個就要注意點 好 那我們就隨便拿一關 這隻什麼呢 紅綠燈啦 總之那隻究極的角色那隻怪 這關的陷阱重力黑洞剛剛對應了 而這個陣容就帶了我們的王泉 還有住在王泉的其中一個神 就是娜美 也很多人都強調 不要說錯啊 不是叫王泉 叫娜美 那隻角色 但我自己就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只要最大的作用 都只是希望知道那隻寵人說哪隻 你叫錯 我覺得那個影響又不是很大 好 那這裡就由於SSCD很長 基本上普通關上 就是很難你真的能夠發動一次 那所以我決定會儲有一種技 那那支Laser呢 你撞到角色那邊 都是會發射到Laser 就是什麼意思呢 總之無論任何情況下 怕你觸發到友情技 他就會向著Panar 割發射一支Laser 全部Panar都會的 撞到爆炸 都是如是者 好 王泉和南美形成一線 那我們看一下 就會射中弱點 弱點的時候的傷害 是挺高的 好 這隻暈眩11萬 這隻暈眩11萬 這裡繼續是這些 我會慢慢打 我會慢慢打 我們會嘗試一下 做一件事 就是把我們叫王泉 放在石上 放在頭頂 就沒有了他快死了 所以就沒什麼意義 我本來打算設置他在那些位置 然後再拿一隻 角色去撞他 就是設置在那些場邊位 那Laser就會向著王的方向射拉箭 好 好 那 那我自己覺得 清小怪才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我看到 對王做輸出 反而可能比較少 機會真的做到很大的 很大的輸出 但是他清小怪呢 反而能力是極高的 因為他那些Laser 說的是範圍夠大 因為你如果那些Paner 位置夠散的話 對了 你的Paner的位置夠散的話 其實那些Laser 可以去到的地方 就越來越大了 範圍大的時候 小怪都小血的關係 很快就清到的 好 那到2點 那 那 這裡就 示範一下 那支Laser 你看到啦 那黑屬的情況下 有一支Laser中了弱點 是打 接近60萬 那也看看他本身的攻擊力也不好 那我們放在這個位置 是你要留意到的攻擊力是不錯的 就是不會像Eden那樣 那樣 你有時候會覺得Eden的攻擊力是蠻差的 嘩 你看到一 就是這樣的Laser 就是射中了弱點 呢 即死呀 那個王 就是一下就100萬 這樣 這個就是真的厲害的一個地方 那 但是要你剛好位置才能做到這個傷害 對了 也要你剛好位置的同時你是要有Partner撞到的 好 OK 他另一個富有情就是Long Laser 耶 但是那個威力就不需要期待了 好 如果你說爆住來說 就 如果你說真的富有情有用的話 應該就 Eden 就是2顆隕石 10萬 10萬 一隻 其實也挺金的 就是你說是富有情 好 好 那這樣放一放就60萬 沒有看錯的話應該是沒有弱點判定的 那我傷害是很可觀 就是他的攻擊力 I mean 對了 你看到Ian不適合位置 那立刻的輸出是不太足夠 好 摘到 摘到 那剛好這裡可以爆技了 好 那技就留在後面才用 那 因為我這裡好位置就是直戒 好 好 好 那我這裡開開拿美棍石了 就是 尾血就完全靠這個 黃泉和Eden 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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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手還要弱點嗎 噢 這手還弱點嗎 噢 噢 這手還弱點嗎 這手真的好厲害噢 噢 這手真的好厲害噢 OK 我們開黃泉的SS 但順便給大家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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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死了這個 因為我只試寵 但是很多時間去做的 前 ON 不要死 還有留小怪 吧 就是打一下吧 特意避開一個弱點 好 這時候順便開開Eden 嘩! 夠速! 又夠速了 130萬 好 那我們打一打讀鎮石 順便給大家聽聽聽聽聽 我會教大聲音 滿隻傷害吃了劍底下100萬 已經是打了 應該沒吃劍的傷害差不多了 我們這裡有他讀一讀 讀鎮石是35萬 什麼都不用做他已經讀死了 這個比坦忌 坦忌那隻噴霧的好處就多了 多幾個 第一 他這種溫石是即時做的傷害是足夠的 坦忌那個就要等一段時間才做到大傷害 總共加上傷害才會大 其次就是 他的噴霧範圍很小 對呀 這裡做了清場效果 所以讀鎮石的SS真的很有趣 這個就是 呃 王泉那個 你必需要入手的其中一個原因 他無誇地派一隻寵給你 這麼高戰鬥力的 你一定要拿 並且是練2-3隻 我自己覺得 爆絕基本上都是要練2-3隻的 我自己覺得 嗯 對 2-3隻 基本上爆絕的寵 他做得出來 他都會是想你用的 對 那只是可能暫時少出場機會 譬如說向巴拉那樣 除了打武尊 很少會出他 同類型的課金寵 都是比較強勢 而且本身爆絕都是難逆運 那但是呢 就 遲早一日他都會有他的價值 一定會 遲些會出這個 阿卡迪 和這個 鳳雷 這兩隻都一定是練2-3隻的 尤其是鳳雷 鳳雷的價值是 相當之高的 好 就是這樣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